昨天老伴以为练习拳击不孝心收了赏 哎呦你妈 你都在系什么鞋带上 你看你哥 我 我也不是你 你说二十多岁的人牙齿 掉了还能长出来吗 应该长不出来了 哎呀哥你别生气 大不了就要算胃给你吃嘛对不对 哪哥 你最喜欢吃的甘蔗 要不再带着去海洞会来心吧 行 你叫出租车了吗 没有 我不是让你叫人出租车吗 你是不是跟我说了 我早上就跟你说过了呀 没有啊 哎 鸡总呢 一个字 绝 这就是你叫的车 那环保出租你懂不懂吗 这怎么做三个人 我就说三个人没问题吧 你确定了 我不是真正的 快乐 一个人能行吗 这有什么难的 鸡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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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总你没事吧 真的摔 鸡总 那还果然才有心情变好 不是吧 我下去走 觉得那真的摔 嗯 哈哈 当你有个纸片之的老板 计算了我 我想辞职 为什么 因为你实在是太弱了 你再想想 我不想想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听我跟你说 哎 我不想听 哎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你怎么做老板 记住 这是我之前找你的档案 我们去婚姻是开的吗 行 你出这么多话 我可以上去 我是老板的贴身秘书 贴身到林俊玲 我的老板非常具有音乐细胞 他对生活品质要求也会很高 哎呦什么 记总这是你要的仙子牛奶 放开吧 但是老板的弟弟却非常调皮 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哎呀怕响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看来我需要打散家庭的关系 哎呀别不开心了你看 看你腿斑驳的动作认真的吗 假的 大拿手去逗你车玩啊 走 看我的 有一种悲伤 这怎么有真的呀 怎么摔什么灰面刚才的事 就报复你哥呢 没有 怎么解释不好的菜 我听说记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最喜欢吃豆角焖面面了 走 让我给你做豆角焖面面 嗯 谢谢 做招了 豆角焖面熟能吃吗 哈哈 记总上的事也太不靠谱了 上的事也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看我都没吃完 别浪费了 喂 转身离开 本声说不出来